5月12日 四川成都一老太当街打人 还说自己儿子是市长 激起民愤 事后当地警察辟谣 更引发舆论质疑 网传视频显示 成都长荣街 一名年轻男子路过时 摸了一辆停在路边的一辆越野车 与车上老太太发生争执 老太太称男子划了他的车 要求他赔偿一万元 视频显示 老太太越野车的车牌号 穿A8Q7R7 男子当即否认 老太太当街掌官男子 并声称自己的儿子是市长 激起民愤 人们自发地为被打男子讨公道 将老太太和越野车团团围住 这起事件迅速发酵 相关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热传 有视频显示 这名老太太从越野车上下来 被大批民众围住指责 视频显示 一名年轻男子爬上老太太的越野车 躺在车顶上以示抗议 围观民众发出欢呼声 之后 成都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和特警到达现场 警察战成一圈 将老太太的越野车保护起来 一名穿白衬衣的高阶警察也到达现场 多辆警车和一辆公安大巴车也在现场助手 有网友表示 白色警服都出动了 省公安厅的三级警戒以上 白衬衫呢 起码成都公安局副局长级别了 视频显示 被打男子和另一名男子被警察强行带走 现场民众高喊放人 放人 视频显示 警察与围观民众爆发冲突 有民众高喊警察打人了 由于民众拦阻 老太太无法驾驶越野车离 之后老太太乘坐警车离开 越野车则被困在原地 这起事件从当天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 成都警方13日通报称 12日晚被打男子张某某和老太罗某 均被带到派出所 双方已和解 警方通报还称 网传老太儿子是市长家属 是当官的要求赔偿一万元 被现场放走等信息均不属实 造谣的张某 男 25岁饶某某 男 21岁已被拘留 不过 警方的辟谣却引发外界之疑 许多大陆网友质问当局 造谣为什么去了那么多警察 老太 不是一般人物 能调动那么多警力 报过警的可以来说说 啥是可以调动这种阵仗 命案都出不来这么多警察 解释一下 为啥现场那么多围观群众 要求放人呗 要求放人呗 这一日子嘛 欺负老百姓嘛 他妈的车子出来 他车子出来 他好的钱 我屁股价收了 收了之后我把他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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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子别 二十三人提供下 买不了 翻过了呢 嗯 嗯 小哥路旷户中 向明求助 那边全是什么 明反归的信息 我这个都已经收空了 中林 厂得倒了吧 看热灯 咱俩看热灯一下 不看了 不看了 真他妈下去 别过了 妈 得给那门肉 是不是房子 房子找正大骨子 这里边说不定装啥东西 咱俩 咱俩 哎呦 真热呀 你看 那真的不咱俩咱俩着了吗 看热灯 越早越大 这感觉蘑菇云了嘛 这不得 这火太大了 赶紧走赶紧走 我已经收不住了 下午好老天班 五月十三日 这个视频是发生在哈尔滨市道外区 一处空旷厂房 具体这厂房 有没有人员伤亡 怎么引起的火灾 这个咱们现在还不得清不清楚啊 咱们一切以官方报道为主 这个应该是发生在哈尔滨市道外区 东风地带 这一块啊 天干雾燥 注意防火 一定注意 尤其野外用火啊 哇 这个天真 哇 这个天真 我去 慎萝眺营 哇 这个天真 我去 尤其野外区 和新闻 帮助 江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囡筑是跃的 大家抬头看太阳 有大事发生 这个太阳的光邦 整个光孕零 太壮观了 抬头看看天 第一次见太阳 这样子 ngg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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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是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造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